暑假想要出国旅游打工的人要特别注意 在宜兰就有一名无姓女子 她想到美国去游学打工 缴了12万块最后却换来了一场空 她要求业者退费 但业者原本只肯退还7万的 经过协调最后她又拿回了3万块 就提醒您跟台湾有签署打工度假协议的 其实只有纽澳日本跟加拿大 民众要小心千万不要误触移民法规被遣返回国 一口气就先预付12万 原本期待暑假会有一趟美国行到赌城游学间打工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不但梦想落空 12万的费用业者只肯还7万 家住宜兰的一位无姓小姐 不满业者的处理态度向肖保官投诉 那个业者到5月份的时候也都没有主动联络 阿静她打电话联系的结果说是没有工作机会 然后愿意退她说还没有给美国 那个文教协会那边的钱7万多块这样 那消费者就不服 经过协调扣掉行政费用 无姓小姐最后拿回10万 只是钱损失是小 万一被遣返待机了大雕 外交部特别提醒 目前和台湾签署打工度假协议的 只有纽西兰澳洲日本和加拿大 如果大家报名的是度假打工团或打工游学团 而目的地不是这四个国家 一定要厘清申请签证的种类 以免误触了移民法规被遣返回国 甚至可能留下不良记录 影响日后入境该国的权益